演唱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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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我們這邊是鹿港的古都 帶大家到那個 這一間是 大風民族肉粽 鹿港的小吃很多 這一間 看起來古色古香 那我們來 進去介紹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好吃的 來 大家跟我走 老闆有吃的嗎 蛤 為什麼你們有這個美食文化有油的牌子呢 這個是有參加這個 鹿港民俗 特約店 你們肉掌 經營了多久 聽說都是手工全部製作的喔 其實在零開始裡面 已經有三十 三十一年了 對 三十一年了 就有肉 培花肉 對 培花肉 香菇 對 就 當然是台灣的啊 對啊 三角形的啊 三角形的啊 自己做的啊 那就 自己做的啊 不是 培花的啊 對 對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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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十一年了啦 那吃起來一定有很有滋味 那我們看前面還有那個 平常好像沒有看到那個菜桃櫃的感覺 順便來叫我們老闆娘介紹一下好了 No 菜桃櫃是 用菜桃跟 米 涛奶米做成的都沒有添加什麼 黃糊劑或是什麼 太白粉都沒有 純粹都是用 米做起來的 只有六日跟過年 9月10月9月才有做 9月10月11月12月4個月 夏天的菜桃不好吃 最好的季節就是這個季節的菜桃才好吃 平常菜桃不好吃我就不要做 做起來品質不好就不好吃 這個是自己要吃的火鍵 火鍵也是用蚵仔跟再奶米做成的 對就是很食料全部都是蚵仔 蚵仔比那個米多 是沒有在賣啦 除非做起來客人要看到了就賣它 對對對分享 我家過來的時候跟我婆婆一起做 對對對 婆婆已經走八年了 對對 對嘿嘿 對嘿嘿 繼續傳下去 對 有啊有在家嗎 對嘿嘿 蛤 嗯 應該有吧 哈哈 哈哈 就 過年時候比較多 過年有燈嫁、菜桃嫁、發嫁、鹹燈嫁 就是拜拜的東西都有啦 嘿 嗯 就在這裡面賣啊 他們都知道來賣 嘿 像過年啊 我就會做一些園子 起來賣 然後 七夕啊 七夕民俗都是在 賣油飯嘛 那我就那一天 當天我就只賣油飯 有啊 那個 七夕可以賣到三四百斤耶 真的喔 對啊 我這裡一台啊 這裡一台 這一台就是半油飯的機器啊 對啊 對啊 我裡面有 菜桃粿的機器 有 魔街的機器啊 真的啊 這台是菜桃粿的機器啊 有 這台是磨街的機器啊 有 這裡面還有一台是塑街的 脫水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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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櫃的機器 這台五萬多耶 然後這個是要 攪拌 攪拌的 攪拌一樣的 啊 看起來有什麼樣的機器 對啊 這麼小 今天只有五坪 嘿 聽到老闆娘 那個精采的介紹以後 觀眾應該都還滿 有心動的感覺齁 老闆娘都是季節限定的 然後都是真材實料 那歡迎下次如果 觀眾朋友如果有興趣可以來參考一下 大風餅薯肉粽 那地址我們請老闆來 來報告一下 是 鹿港 鹿港中山路16號 就靠近 好早 山明路口 我們這裡是 靠近龍山市 好歡迎有來鹿港來參觀 來嘗嘗我的手藝好不好 謝謝 謝謝